接下來我們要開始上的東西叫電流 在講但是在教電流之前 我們要先簡單介紹一下 一些別的東西 第一個叫做電路 電路就是電走的路 電池行走的路 通常上面有些東西 就是要有個電源提供電的 就是我們還沒有叫提供電壓的 讓電池流動的東西 一個電池或者是一個八電機 當然我們看到通常是電池 然後還有一條導線 讓它那個路可以走 可以把東西連起來導線 那再來就是一些電器 我們通常就是一個燈泡或者是一個電阻 我們在考件上看不看是燈泡或電阻 這樣把它接起來就形成了一個所謂的電路 然後呢我們就會畫一個圖 一個電路圖 待會會出現一些符號 你在考件上看到的題目 大部分都是用符號畫的 所以你要認得這些符號 偶爾有一些題目會畫一個實體 實際上畫了一個安培劑 畫個伏特劑 通常你們看到這種畫實際的時候 就開始抓狂了 就看不懂它畫什麼了 好 然後要認得這個符號 最上面那個叫電池 長的叫做正極 短的叫做負極 這個會長出現要認得 下一個叫做交流電源很少出現 就當作沒看到就算了 下面一個叫安培劑 然後一個叫伏特劑 A是安培劑 它寫MA叫做豪安培劑 豪安培 然後V就是伏特劑 接下來兩個那個巨矢狀的叫做電阻 一個圓圈圈裡面一些螺線的 那個叫做燈泡 這兩個也會長出現 現在最後一個叫做開關 認得這個符號 知道它在講什麼東西 就看了懂那電路圖在畫什麼 然後就來做一些其他有的沒有的計算 或者怎麼樣 電要形成一個通路 它才會有電 燈泡才會亮 通路就是它可以繞一圈回來 形成一個封路的回路 可以繞一圈再繞回來 這個叫做所謂的通路 像圖上所顯示的 可以繞一圈回來 叫通路 那如果中間有東西斷掉了 隔開了 就叫做所謂的斷路 像圖上顯示的 這個開關打開了 沒有連在一起了 叫做斷路 斷路就不會有電流 沒有電流 燈泡就不會亮 不發光 考驗有一種題目叫做 問你燈泡會亮或不會亮 通路的就會亮 斷路的就會不亮 還有一種不亮 我們現在沒有叫叫短路 以外上下學期會叫短路 短路的時候燈泡也不會亮 不會亮 所以會亮不會亮 通路會亮 斷路不會亮 第一個 跟各位講所謂的電路 講一下它上面的符號 講一下通路跟斷路 另外就是接的方法 一種連接方式叫串連 串連就是正負正負相連 圖上面電池長的叫正 短的叫負 正負正負接在一起 這樣叫做所謂的串連 燈泡沒有正跟負 就接成一條 這樣叫做所謂的串連 正負正負相接的 這樣叫串連 那如果所有的正接一起 所有的負接一起 這樣叫並連 圖上面的電池長的叫做正 短的叫做負 那麼所有的正都放一起 所有的負都放一起 這樣叫做並連 燈泡沒有正跟負 就是這樣排排坐吃火鍋的 這樣子 排排坐吃火鍋的 這樣子叫做所謂的並連 所以一種接法叫做串連 一種接法叫做並連 正負正負相接叫串連 所有的正接一起 所有的負接一起叫做並連 叫並連 好 意思 好 了解 所以一開始問各位一個簡單小問題 上面有甲衣丙丁四張圖 這個接法是什麼連 是串連還是並連 好 這個接法是串連還是並連 好 第一個我們問的是甲 3號 3號 請問你 甲這個接法是串連還是並連 對不起 我聽不見 串連 你說叫做串連 所以它看起來是並排 可是它算是正負正負相接 所以甲其實上是叫串連 那麼請問你 以這個接法叫做什麼連 以這個接法叫做什麼連 我們請 32號 32號 什麼連 病連 以這個叫做所謂的並連 以這個叫做所謂的並連 那請問你 丙叫做什麼連 那請問你 丙叫做什麼連 丙是什麼連 丙是什麼連 2號 丙的連法是什麼方式接在一起 30 30 30 並連 請坐 並連 請坐 並連 我們待會會有公式 是串連公式並連公式 所以你要弄懂它到底是串連還是並連 旁邊連 如果我是串連了 上面有個電器如果壞掉 就全部都掛 圖上面顯示中間燈泡掛 掛 斷掉 那所有路都斷掉 所以三個燈泡都不會亮 所以一個壞掉就全部壞掉 全部都不亮 只要串連的時候是這樣子 那如果改成並連的話 那我們有三條路 中間那條路斷掉了 可是上下路還是會通 所以底下的壞掉燈泡不亮 可是上下燈泡還是會亮 家用電器就是用並連連連在一起的 所以參考書就告訴你說 家用電器用並連接在一塊 才不會呢你的電燈泡壞了 冰箱也不能用了 電視也不能看了 你的外套全部都掛掉了 這樣講是沒有錯 但是那個不是家裡電器要用並連的真正原因 到底是為什麼 我以後會告訴你 為什麼家用電器要用並連 可是會有別的事情 但是雖然講法沒有錯 可是並不是這個原因 讓你了解一下 什麼叫串連 什麼叫並連 那電器壞掉 串連跟並連的結果有何不同 就是我們最開始各位的基本介紹 OK